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孟哥 今天全台湾各地都下了一场午后雷雨 先是在整个大台北 然后一路到中南部 都有出现湿雨量超过50毫米 中南部的雨势呢 今天入夜之后就会慢慢的趋缓下来 好消息的是 周末的天气会随着风面远离 以及太平洋高压逐渐牺牲之后 台湾附近的风向会慢慢转为 东南风到偏东风 所以周末午后雷雨会大幅的减少 只剩下在靠近山区 还是要提醒您周末时候前往山区 或者是在中南部的平地 稍加留于午后雷雨的发展 下周的天气呢 现在看来要留意是中后段 这个南方的有一些 老洞发展的一些迹象 但是现在看来变数还很大 我们先来看最近的天气 今天天气会这么不稳定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南方有些暖湿空气 以及北方封面的尾端 所以今天全台湾各地 都出现午后大雷雨 好消息的是周末两天 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 午后雷雨的范围会逐渐的缩小到 扣近山区 接下来在下周的天气 就要留意的是 菲律宾东方以及南海附近 有一些热带老洞发展的迹象 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成为 下一号的台风零零 但是现在看来它的发展条件 并没有很好 所以变动还是很大 提醒您下周中后段 可要多加留于这个 老洞的发展动态了 而在整个天气方面而言 在整个下礼拜一之前 其实天气还是会 进入比较稳定晴朗的天气形态 可以看到午后雷雨下雨的范围 都比较集中在山区 以及在中南部的平地 但是提醒您 到了下个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会随着南方的暖湿空气变多 午后雷雨的发展 有机会也跟着比较多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全台湾各地 都下了一场午后雷雨 全台湾各地的低温是来到 25到27度 明天白天全台湾的高温 还是有机会来到30到33度 不至于太炎热 但是因为白天 有些阳弯微露出来之后 感受上还是要提醒您 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以上就是这节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